紧一点 在这很快 下来 专业局府也透过同意 示范指导印尼及看护 如何正确又安全地协助阿嬷起身下床及一座轮椅 以及如何正确拍背及按摩 减轻缺乏运动的手脚痛楚 这是县福特别推出的居服宅配补充训练计划 他可能受到包括宗教文化 还有语言风俗习惯 甚至他在原属国的这些的一个训练上 都跟我们国内会产生一些隔阂跟落差 以致会影响到这些 这个照顾的一个专业的能力跟服务的品质 所以说我们县政府来规划这个居服宅配的一个服务 希望说能够提升这些新进的外籍的家庭看护工 他们的一个照顾能力 新习副关怀协会部主任张局之表示 居服宅配补充训练的重点是照顾长辈和卧床病友 会碰到各种不同需求及状况 每个照顾的动作都要注意安全 包括受照顾者及照顾者的安全 这样才能让受照顾者维持最好的身体机能 照顾者也才不至于因为受伤而忽略受照顾者的需求 安全部分最重要 然后省时省力 然后这套技巧是学的 不是看了就会的 不太容易学 但是我们能够尽量教多少 因为每个个案的状况完全不一样 我们能够教多少就算多少 比如说我们在床上移位好了 你如何让他从翻身的动作是最简单最省力的 以前我们的外老都不是都跳上去就直接把他抱下来 长久下来外老的腰就会受伤了 而且他受伤之后他就不愿意去服务这个工作 等于说我们家里就少一个助力在了 县远唐晓芬希望借由宅配居家赵福远 以一对一的方式到辅治岛新进制外籍家庭看护工 除了增进外籍家庭看护工的照顾技巧及照顾品质外 并告知牢固双方两国的社会风暑习惯 家庭离教观念等 以减少牢固间的沟通隔阂 来针对外籍看护工来做一个专业的一个培训 给他们有一个专业的知识 那希望说藉由这个服务 让这些的外籍看护工 在我们一个家庭里面能够扮演他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角色 那也减少说这些看护工 那以及我们雇主的一个摩擦 由于这项计划是由宪府 以自由裁员支应经费名额有限 将以新进及看护者违想起卧床或需要使用轮衣者优先 可向县府社会及劳动处劳工及青年科提出申请 申请的家庭无需负担任何费用 记者洪一轮巧屯采访报道